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,一张旅游地图折夜,也是城市宣传好帮手。 南市观光旅游局派驻高铁台南站的旅游服务中心人员严秀儒,为了一张过期的今年春节旅游地图折夜,随身放在包包等了两个月,终于送到一对夫妻手中,让他们惊喜之余,特地写信给市府表达感谢。 今年二月期间,一位台南民众与日籍丈夫到高铁台南站接待外国友人,顺道在高铁台南站旅游服务中心,索取农历年间由市府印制的春节旅游地图,当时值班的严秀儒,委婉说明这份旅游折夜已因时效过期下架,已经无法提供。 不过,当时地图虽已下架,严秀儒仍将这件事记在心上,向管理局取得库存本,并随身带住上班,期待有一天能再遇到这对夫妻。 而这份心意等待了两个月,终于有圆满的据点。 日前,这对夫妻再次到高铁接待外国友人,正巧是严秀儒值班,她一眼辨认出这对夫妻,赶紧从包包拿出两个月前他们想要的地图,让夫妻惊喜不已,十分佩服她的工作精神。 更让这位出生台南的民众,以身为台南女儿为傲,特别写信道是否赞许。 严秀儒表示,旅游服务中心如同游客进入台南的第一站,因此以台南在地号可精神款待。 由于春节旅游地图折夜所复大台南路线图,身或游客口碑,引起该对夫妻兴趣所取,她只是善尽奔愤扮演好城市宣传角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